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部分 就是四場四班一里的賊座 大二門,看看值不值大二思言之二威之星 起步時,見到最外檔 威進區拖後一點 這裡慢慢就縮到尾 比較快點,走上來就是精彩生活 在內側有勁快聯盟 內蘭位置見到世澤陰星 白白色衣服威力飛彈 威之星現在就在第五位 在後面見到直鑑挑衣,線路青鷹 內蘭位置的坨就是首飾大亨 再後一點的馬才見到 鋒芒勁勞,聲雲浩騰 尾三位置是很聰明 再後一點的馬坨就是神舟飛鎧 在尾的坨就是起步drop後 威進區 前面精彩生活自己單騎領放 在第二位上到來就是威力飛彈 第三位內蘭位置是勁快聯盟 然後就是威之星 這個熱門都守得挺好位 接著內蘭見到藍色眼罩 細澤陰星,這裡要比一點 在他開邊的一隻灰馬就是線路青鷹 最後的粉紅色衣服,首飾大亨 然後鋒芒勁路都上了少少 現在在尾五的位置 在尾那幾匹 還有聲雲浩騰勁勁仔 神舟飛鎧威進區那些馬 精彩生活一直自己控制著的步速 都控制得挺好的 他姿態都挺輕鬆 後面那些勁快聯盟 威力飛彈都在騎著 他差不多轉正入直路 這裡才開始大力騎下去 威之星扔出跑道的終碟 騎下去有沒有反應呢? 看到潘頓打一邊之後 已經沒有繼續打了,好像沒有了 看回精彩生活,這裡還佔先過幾馬位 但接著看到,不得來這裡又要修正一下馬仙 反為這個時候,見到勁快聯盟追上來了 去到終碟之前,勁快聯盟過了精彩生活 都搞得好,勁快聯盟 因為之前跑了1200-1400 聯馬仙訓練他,擺了一里 開始上一節近,今場就贏了 當然當位也幫得了很多 今場前四隻隻都貼難 你看看那個圓路 因為精彩生活抽到11檔就不幸運 變成組團要走多了才賣得很難 賣得很難後,他有點搶口 這裡要捉 賣得很少,急著的就有點口 變成組團用多了 用多力,而且重磅可能有少許影響 但真的算是這樣 因為組團1分15秒94都偏快一點 如果他抽過很多 我看未必能贏得到他 是,有得贏 他也算捉得好 捉捉一隻馬都沒那麼搶 其實這裡還有少許搶 變成用的力多一點 而且在直路那邊 他不是走得很順 有少許捉捉到條欄 他也不太轉腳 變成突然之間你那邊捉一捉 你又失一失平衡又要再修正 就是那一刻 可能速度就減慢了 威智誠是怎樣 威智誠 最後驗不到他流鼻血 其實今晚潘頓沒有馬贏 他騎的業務這隻流鼻血 那隻飛行棋也是有事 真的合該有事 不是很壓一的大熱門 所以這場的大熱門 即使他驗到健康問題 他本身的採積相值不值得二十多元 大家想一想 看看精彩生活 打打打... 拆了欄 所以又要再修正一下 勢問沒那麼強 他又打左手邊 叫欄欄 他又不轉到欄 分段時間第四場 頭段是27秒95 第二段是23秒90 第三段是24秒09 會對24秒08 賽事時間1分40秒02 贏的就是勁快聯盟 就是看廉馬斯五彭置訪問 是的,他一場好一場不好 又好看形勢 今次有個當委幫助 以及巴道組的發力 因為剛才說是很one pace 如果你遲了去騎他 他也是stay on,四四五回來 都有跟他說過這一點 今天都發揮好,剛剛好追到他 其實在上場開始已經有些配備變動 這個配備變動帶了楊弘敏夫和寶貝利 對馬的幫助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比較新鮮感他最主要 因為季初我們六七場都帶著配備沒什麼效果 不夠,比較新鮮感他希望有個變化 他可以試出彩虹 我想贏到這場馬有些運氣 一來主要對手精彩生活抽的檔位不好 組團剛才說了,用多了 其次第三名世仔鑫星不是很厲害的馬來 很艱難才贏到場 變成因為這個四班,這個賊組1650 其實這組是弱組來的 他又抽個好檔 當然說過這麼多東西 即使有運氣 你當然要那隻馬是練得好 他有個體力 變成騎下去,他有交給你才能贏得到這場馬 所以連馬師當然都可以當己一工 還有那個部署 我想如果拿以前的戰績 可能阿沙田比較好 但到了這個階段 可能這隻馬不是那麼多進步 你過來快活谷遇到一些對手沒那麼強 那就找到他出路了 對,因為其實很明顯 看到這場賽事都比較參差一點 剛才也看到沿路都是四隻馬 就在內蘭位置的全部回到來 其他要攝位上來的排外檔 的確是差一點 另外,第五門威之星的賽驗 對劉備可能有些可以拿一拿 看看大家下次會再跟進這一匹馬 好,今天第五場看 第四場我們看完 我們看下一場 下一場是第五場三年頭軍 四班一千 第五門七是玉城,精彩 錶來的 看看,起步的時候 玉城精彩起步順利 不過他不快 現在就在較後位置 比較快點走出來 臨場都說很多動作 那隻開心馬放了出來 接著轉色奧場 不管了,外檔也走上來 現在帶出頭馬 在第三位是船里多彩 接著內蘭位置 紅色衣服就是快一步 拍著他有胡椒君曹 最後一點點一對馬 外側那隻是南區旺 內蘭位置就是誠心所緣 玉城精彩現在是尾四位置 即是特工 接著就有順利取勝 黃色衣尾二個匹 起起利高 包了尾那匹 就是森花放來的 差不多轉正入直路了 鑽式奧場率先帶入直路 船里多彩追上來 應該勢都不太強 開邊還有胡椒君曹 快一步麥金牆有沒有位置 其實好像見到他都應該望空 但外面那隻比較厲害 扔出去我就當玉城精彩來了 一衝又過了 拍著他追上來 還有就是那隻誠心所緣 贏得很輕鬆 明贏你 真是 第三回合 持續有 厲害很多 好像還有得贏 還有得贏 贏掉了多少 精算赤炎 就是這樣的款式 鑽式奧場的放頭都贏過 所以搶都賣爛 其實都不虧的 那些場 但是不是跟前沒有那麼好 卡珊 他贏過的放頭 是啊 但是他見到不斷騎 拿到前面 還是升班 其實直路最後 二百都還覺得他有些贏面 那隻馬停了 當然他放頭贏 但是問題都不大 只要這個跑法他都可以 不如看一隻快一步 你留意那隻快一步 紅色衣服那隻 抽著個終點 抽著個終點 其實就是 你看他好像亡胸 但其實他不是亡胸 他看著前面 胡椒君曹在打扁 那個樣子 你看到佈文也不太打扁 要扣實個終點 是的 他那個去勢 那看看第三名先言 就是3號的胡椒君曹 大午賽分調時間 頭暖12秒52 對到21月45 會暖23秒02 今天的賽事時間56秒99 當然快一步贏了兩場之後 可能有評分有點浪 我又覺得 不過就 今場的發揮 就不是說報民那些最精彩的發揮 其實入到直路 曾經到的位都很闊 但他又沒有什麼打扁 跟著前面的馬又有小小側 漸漸漸漸漸漸 他簡直是扣實個終點 即是本來 我想他不是可以是這場的頭馬 但應該可以跟前面那些三四名 那些有得鬥下的 就是想著他都是說這場的檔位對他來說很大的幫助 有著數啊 排一檔是沒有了的嘛 剛剛入直路那一刻 但是就沒有說那些很大力拆騎上去 最後報告又沒有怎麼說 沒有怎麼說 即是沒有提到些什麼 在胡椒君曹與船里多載之間緊迫勁跑 那不斷在靠近胡椒君曹處於困境之際 未能思維 未能思維 所以九十那種點 未能思維這要記住 要記住 好 問題了 究竟其實一對新勝馬這次串Q回來 是否代表其他對手真的不是那麼強 玉城精賽就厲害了 成森水剛才贏的馬 在今場其實都能夠上名回來 好像今場的差距也挺大 是的 胡椒君曹其實失望了很多場了 今場已經包到第三了 特工轉了馬房 以為有些憧憬其實都好像不來如是 因為他在內蘭都省了 他反而想著省著應該會爆多些 又不是很充 好 這場看完了 我們先看下一場 來到第六場三 這次關來的是四班一里的另一場拆組 那麼大二本是一位超威力 諾菲 好 大家一起步的時候 最愛當團結一心 他又是留後 這裡慢慢縮到後面 比較快一點 星河小子出閘都快 但他外側的妙算寬騰更快 就帶了出來 星河小子收回到第二位 內蘭位置見到黃色衣服 就是這個超威力 走出去開遍 現在有一點三疊 就是那隻最多福利 在他內側白色帽就有一起 內蘭位置就有贏科超影 接著那隻歡喜福星 其實早段都不太規矩 都留得很辛苦 他又將那隻南海鐵器 又堆了出去 接著現在在這個尾五位置 藍色三個匹 就是宜昌勇士 尾三位置 你看到就是芙蓉中走前一點 赤火梟龍在尾椅 最外檔 留了下去最尾的 就是團結一心 好了 差不多去到對面 直路一半的時候 妙算寬騰在這裡 都帶來了兩個馬位 有人不想放過他 看到他們最多福騎著上來 就追近這隻妙算寬騰 守回到第三位 就是星河小節 內蘭超威力上回一點 上到第四位 後面的馬又沒有什麼次序改變 看到赤火梟龍走出去 芙蓉莊現在還在內蘭 還沒有位置 看看他如何在直路的時候拿位 差不多轉正入直路的時候 赤火梟龍扔出最外碟 芙蓉莊本來在內蘭 這裡一下就已經出了跑道的中外碟 在內蘭位置 看到團結一心在等位 到最後二百多米的時候 芙蓉莊一望空之下 一騎下去的反應相當好 雖然超威力跑這個路程都頂得到 但是衝刺就不夠芙蓉莊來了 芙蓉莊人輕鬆 超威力跑到第二 芙蓉莊都會跑 芙蓉一里 芙蓉莊真是路程專家 已經自己走到外面走 就跑慣跑熟了 芙蓉一里 超威力都厲害 第一次跑芙蓉一里 就要背著135磅 算是這樣的 轉情 有話是個好檔可以守一個好位 這四班是中堅以上的制裁 可以繼續贏 你掩著芙蓉莊 其實她都贏後面的馬很多 一二號馬 對比其他那些好像比較厲害 第四班時間 頭對著28秒03 第二段23秒5 第三段24秒09 會對著24秒34 賽事時間1分40秒01 我想這場演出比較失望 有些飛的那隻南海鐵棋 因為這隻馬其實是一向 留後和你衝一段 有時撞兩萬步速 追不到 但今天本明輝騎 他的組段其實有些暖龍 有二三疊的馬 又有些搶口的馬 其實很少會搶口 那隻馬組段是不倒閉 結果差不多爆尾回來 其實潘明輝 我們有一陣子經常說贊他 你買的那些四連環 第四的那些 經常跟你保盡 但最近差不多整個月沒有贏馬 這陣子的成績比較普通 你說這隻馬 其實剛才想說 其實第一次過終點的時候 他是有給那隻歡喜福星有些干擾 但我記得剛剛跑完 南海鐵棋 經常說慢步速 他都追得這麼好 這些馬可以跟下去 但今場即使在早段 說走得不太順 但他直路的表現 真的轉弱得比較快 另外說一下 其中一隻二門馬 星鱷小子 速度感不錯 海會這次的跑法相對比較難跑 因為今場的表現不似如期 他守的位置沒有問題 守了一半半 即二碟筋前 都好像不太特別 再我報告說說其他那些 譬如秒選歡騰 秒選歡騰騎士霍宏昌 就說對坐騎的動作有疑慮 另外一隻團結一心 因為在後面勁跑 是被小組查詢他的跑法 但今場的後面追上來 也追不少 是的 其實這一馬來了 不過秋十二檔不幸 是 有位置 也不錯 是的 今場上來不錯 好 第六場次關看完休 再回來看三天尾關